愛愛的國異之大 新郎用心有共產 市長人身體為到幕長潘文宗手臨接過中行 這個中行是到勞一百塊五年 道書館結出領事共享獎 市長人身體重視學校來 公共道書館的發展 支持道書館入屋 這條平身委員全部困臨 辦法遲到共享獎 那也很感謝我們各地方政府 來共享盛舉 那這樣的一個持續的推動 也逐漸的在我們各個角落 台灣的各地方來深耕 像今天等一下我們的獲獎人 我們台南市賴市長 其實他今天也親自從台南到這邊來 不只是這個講 更是要來分享的是在台南 以一個都會地區 來推動整個閱讀的這樣的一個誕言 我想這個也正是我們所期待 包括我們斗六四 謝市長也是一樣 用首長的角色 來積極的讓台灣的閱讀 可以處處的來深耕 所以我想 藉由台灣閱讀節的推動 我們也更希望 我們在各個的角落 我們各個地方 大家都可以讓閱讀深耕 尤其能帶動親子共讀 全家共讀 我們非常感謝教育部還有國家圖書館 看到台南這幾年來的努力 我們也把這個榮譽獻給全體台南市市民 我們一直希望台南市不僅僅是文化首都 也是書鄉城市 每一個市民都有閱讀的習慣 小朋友呢 運用閱讀增加知識 用知識飛向夢想的翅膀 大人養成閱讀的習慣 也可以增加競爭力 讓這個城市不僅僅富而好禮 而且有競爭力 持續不斷的